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要理解到一般的政治人物如果是高深的话 他会很欣然就认 如果是平调的话 他会欣然就认 李延是永安都督 他下面有三支部队 可是他宜屯江东以后 诸葛亮叫他都 都永安 你要都永安的话 你的兵权就要放到其他人手上 而不是有你一个人掌握 所以李延到重庆的时候 他就非常不乐意 我与其调到江州 我干脆我就独阵永安 我手下反正有三个兵 我后面又没有什么督导 我只听你诸葛亮就好了 可是一旦你把我移到江州 那我永安这些兵 我都要统统留下来 我就是扮演了后勤督导的角色 这个对于一个执掌大权的人来讲 你用民生暗将的方式 对他已经是一种羞辱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李延 李延他为什么在都江州的时候 跟诸葛亮发生那么多的权力冲突 真正关键的原因 就是说你每一次把我民生暗将以后 慢慢的让我纳入你的掌握之中 这个是李延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来讲 诸葛亮要求李延都汉中 各位要知道 李延都汉中 他马上造成了五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 直接被诸葛亮掌握 过去所谓互不隶属的关系 变成上下隶属关系 这个是一般历史学者 你很难体现的 为什么 过去李延他独阵永安的时候 至少诸葛亮是成像 我可以跟你分庭抗礼 我们文武之间可以分庭抗礼 但是我到江州的时候 我要求分匣 你不同意 但是至少 至少 诸葛亮你还管不到我 可是一旦到汉中 请问中都户跟丞相都驻汉中的话 那已经不是平行关系 或者是互不隶属关系 而是上下的主从关系 上下主从关系 一旦确定按照东汉的制度 一旦上下主从关系确定 你就必须向我效忠 我过去可以跟你分庭抗礼 我不必向你效忠 我有我自己的权利 但是一旦二把手是沦为上下重属的关系 我就是诸葛亮的部署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我都汉中 我都汉中的话 你让我都导军事 我说过 李延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 可是诸葛亮叫他都导什么 叫他都导后勤设施 都导后勤运输 这个对一个中都户来讲 各位心里的感想是怎么样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李延到汉中 诸葛亮随时可以有处分你的权利 李延在江州 诸葛亮在成都 诸葛亮 李延劝诸葛亮加九席 诸葛亮说 还于旧都 十席可受 他们两个打笔墨官司的时候 地位是平行的 就是说两个都很气愤 通通没有关系 但是李延至少独当一命 他认为他还有一个均衡 人 政治人物那是这样 包含郝吴春 李登辉 他们通通都是这样看 我跟你之间 我还有一股均衡势力的话 我还有一个均衡势力 我们还是可以好好合作 一旦这个平衡被破坏了以后 那双方 双方所谓冰龙相见 已不挽移 就是说 诸葛亮他决心去破坏这个平衡的时候 这个是第三方面 李延的心理感受是怎么样 就是说 我过去除了跟你分庭抗礼 你我之间还有一股均衡态势 我讲的话你是不得不回的时候 等我一旦到了汉中 我讲的话你可以随死不斥 或者不听的时候 那请问李延怎么处理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就是说 比较重要的是说 我一旦到汉中 我身边所有的人通通是李诸葛亮派的 那个时候 我这个东周集团的头头 我岂不是变成李诸葛亮小弟 叫做套俱现代化的俗语 我本来是二党头 可是我一旦到了你驻地以后 请问 那我究竟是你的二党头 我还是你的手下一个头头 就是随你怎么掌控了嘛 这第四个 那第五个 关键来了 过去我是中都妇 永安都督 江州都督 我至少我可以还有权力上表给谁 我可以上表给阿斗 可是一旦到了汉中 我要透过你上表给阿斗 就行政程序或者行政伦理来讲 表面上你诸葛亮是重用我 可是实际上你是让我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你的计划里面去 然后走到计划里面去 对不起 我所有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这个就是说 李延为什么到了最后 对于诸葛亮会有那么多的怨言 那这一种怨言也是诸葛亮要的 因为我抓不到你的把柄 可是一旦你有这种怨言的时候 或者那你犯错 那我随时可以惩罚你 这个就是诸葛亮他要理言服从的地方 那这种服从是计划性的服从 我们过去啊 我们过去可以看亡古今来 你有很多叫做计划性晋升 什么叫做计划性晋升 过去的计划性的晋升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你今天干了排长 那你明天干连长 你后天就是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 我提拔我的部下可以做到那个位置 可是诸葛亮的计划晋升 是官给你越加越大 官给你越加越大 可是你权力越来越小 到了最后变成我的小弟 你表面上你是飘气将军 你表面上算是副丞相 可是到了最后到进了丞相府以后 这是比喻啊 进了丞相府那你居然变成我的小弟 那我要干这个副丞相干什么 这个就是诸葛亮他厉害的地方 诸葛亮他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是诸葛亮跟李延之间的政治交易 各位看看哈 诸葛亮要把李延调到汉中的时候 李延千方百计的不同意 千方百计的要那个规避诸葛亮 可是诸葛亮提了一个条件 你不放心江州是不是 你不放心江州的话 是不是你儿子李锋来都江州 就是说你到汉中来 江州还是你的地盘 让你儿子帮你看守江州 诶 李延的政治智商那我是觉得是有问题 他虽然精明干烈 我跟你讲啊 很多政治人物啊 很多政治人物都很精明干烈 可是那个政治智商啊 都有问题 为什么都有问题呢 各位来看哈 蒋介石也好 蒋经国也好 来召见军事首长 如果蒋介石也好 蒋经国也好 亲自把你送到门口的话 各位可以想三个问题 第一个 嗯 蒋介石 蒋经国亲自送到门口 代表他们非常众生 对不对 对 然后第二个又亲自把你送到门口 稍微举个弓 嗯 他对你是不是很好 确实是很好 然后第三个 嗯 出了门 门以后 他又向你举 举了一个弓 那很多人认为这是重用的表征 但是呢 某位将领他非常聪明 当蒋经国这样子做的时候 他告诉蒋经国不敢当 谢谢 他就讲了这句话 那蒋经国掉头那就走 可是命令发布下来 对不起 你调任贤差 这样他主要的目的 他向你鞠躬的目的 不是肯定你的权利 他鞠躬的目的是谢谢你 为国辛劳那么多年 那有一些时候 被他骂的最凶的叫做彭梦契 我曾经讲过了 蒋介石拿着红墨水都已经泼到他的身上去了 那他旁边的人说 哎呀 不得了了 总统都泼你红墨水 那你明天你干不下去 结果各位小朋友 彭梦契干了九年 彭梦契干了九年 这是大家没有想到 蒋介石骂的最凶啊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看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 某位黄埔一齐的 他在台湾已经 已经做到大官了 已经做到大官了 只不过有一则人士 引起蒋经国不满 他还拿着这个人士去告诉蒋经国 说这则人士不能够这样如何如何按照行政程序怎么样怎么样 就讲了一堆法规方面的问题 蒋经国一听 哦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告诉了我 那他一走出门 他说你看蒋经国都听我的 然后回到家里面 回到家前 他的太太一进门口 他的太太跟他讲 蒋经国刚刚打了电话 他说怎么样 他说请你明天不要上班 你以为你在指点蒋经国 你以为这些法规蒋经国通通不知道 蒋经国就是通通知道了 他也要叫你处理 那你给他去指点江山 这是你的问题 不是蒋经国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 政治交易 这个人就叫李峰 他李延就是政治智商不够 他同意了到了汉中 那第二个就是李峰都江州 各位要那个知道 当时候的永安还有其他的地方 这一些人的年纪 资历声望都超过了李延 那李延让他儿子以为困守地盘 以一个少主困守地盘 那请问他都的永安等等这些 这些人他会服气吗 他当然不服气 当他当然不服气的时候 你纵然都江州 第一个那你没有权力 第二个他随时可以把你调走 这个是李延失策的地方 然后第三个 诸葛亮掌握李延 就是我刚刚讲过的 你虽然他还把江州的地盘给了你 你儿子 但是你儿子不服众望 当你儿子不服众望的时候 我把你老子收拾了 我把你爸爸收拾了 那你儿子干得下去 当然干不下去嘛 好 就是我刚刚讲的诸葛亮就可以掌握 就是换句话说 政治交易这个事情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 那这个人的政治智商如何 你不要以为李延说 我读汉中 我一方面掌握汉中 另外一方面 那我掌握了江州 就是重庆 我两边掌握 那我父子可以同气联资错 原因非常简单 你儿子不服众望 这个位置迟早要丢 可是一旦那你到了汉中 你没有退路 你就是成像诸葛亮的部署 请问部署跟长官能谈条件吗 我可以告诉各位 只有分庭抗礼的才能够谈政治交易 长官跟部署之间没有办法谈政治交易 重难谈的长官也可以不遵守 为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祖从关系 就你东汉的儒家伦理来讲的话 你敢反抗我吗 父父君君臣臣致致 就是说当一个制度已经定在那个地方 你自认为你有实力去跟你的长官 就是诸葛亮谈所谓的政治交易的时候 你就已经失败了 这个人就是李延 那李延他失败的地方 他有三个 第一个叫自不量力 第二个 第二个 他自认为交易成功 但是会有后遗症 那第三个 当你一旦进入到汉中 被诸葛亮掌握的时候 你想走 你想逃 你想逼 都逼不掉 因为名分一旦确定了以后 各位可以想想看 是李延能够掌握实权 还是诸葛亮能够掌握实权 不要忘了 诸葛亮后面还有一个阿斗 而李延却得不到阿斗的支持 从这一场布局 你来看的话 是李延一步步地走进了 诸葛亮的计划变局中 表面上是晋升 那实质上 这一种晋升 给你加观后路就可以了 如果李延他有自知之明的话 他能够急流勇退 或许能够避免跟诸葛亮的正面冲突 那偏偏李延又自视精明干练 加上政治智商不足 他就被诸葛亮玩弄于呼掌之中 有迪特ін消xa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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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R